西藏五个五位景区,你去过几个? 1.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景区位于拉萨市城关区 始建于唐太宗李世明时期 最初是吐蕃王朝战谱 松赏干部为迎娶文臣公主而兴建 是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式建筑群 被誉为世界屋极上的明珠 布达拉是梵雨 一座普陀 原指观音菩萨居住的地方 整个宫殿占地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 主体建筑高117米 共13层 分为白宫和红宫两大部分 白宫因外墙为白色而得名 是喇嘛们生活起居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 由于这里终日阳光普照 所以又称东西日光殿 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顶部中央位置 外墙为红色 宫内收藏和保存有大量的历史文物 由历代的灵塔和佛殿组成 是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 世界最尘埃的火魂 在天涯永远出入深 听谁尝试外光 引动中招募之一瞬 二 大昭寺 大昭寺景区位于拉萨市 存关区 又名祖拉康 绝康 是藏王松藏干部 为纪念尺尊公主入藏而建 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是世界文化遗产 自古有先有大昭寺 后有拉萨城的说法 大昭寺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是西藏现存最早最辉煌的土拨时期建筑 开创了藏传佛教平川市的寺庙布局 成为藏室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文成公主入藏时从长安带来的 石家摩尼十二岁等身像 供奉于寺中 称为大昭寺的圣寺之宝 是游客及朝圣者必不可错过的看点之一 此外 寺内有藏金千米的藏室壁画 文成公主近藏图和大昭寺的修建图 还有两幅明代刺绣的副法神唐卡 都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真品 三 八松错 八松错风景区位于林芝市 宫布江达县 又名错高湖 张宇宗的意思是 绿色的水 是藏传佛教灵马派的神湖和圣地 湖面海拔三千七百多米 面积达六千多亩 长约十二公里 湖形壮如湘线在高辖深谷中的一轮新月 碧绿色的湖水清澈见底 四周环绕的雪山倒映其中 构成了一幅色彩丰富 环境幽静的美丽画卷 术有西藏小瑞士的美誉 距离岸边一百米的扎西岛 是一座空心岛屿 也就是岛屿湖底不是相连 而是漂浮在湖面上的 岛上的错综宫巴士 建于唐败末年 距禁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 是西藏最著名的 红角灵马派寺庙 四扎石伦布寺 扎石伦布寺景区位于日喀泽市 桑枯自须 始建于明音中正统连间 藏语中的意思是吉祥须弥山 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祖寺之一 也是历代班禅的祖席之地 整个寺院依山而建 规模宏大 建筑面积将近三十万平方米 四周围柱有周长三千多米的宫墙 蜿蜒曲折的宫墙与沉沉叠叠的殿雨 一同构成了扎石伦布寺的神圣资源 室内的建筑特点鲜明 不论唐宋还是明清 各个时代的建筑样式都在此得到了体现 展现了宗教与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 成为整个藏区佛教建筑中最独特的代表 5.雅鲁帐步大峡谷 雅鲁帐步大峡谷流景区位于宁芝市米宁县 藏雨中的意思是高山流下的雪水 是围绕南加巴瓦峰的一处马蹄形大峡谷 也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峡谷 大峡谷怀抱雪山峻岭 中年冰封雪洞 它劈开了青藏高原 与印度洋暖湿气流相交的山地屏障 向高原内部源源不断输送水汽 使青藏高原东南部成为了一片绿色的世界 大峡谷里最险峻最核心的地段 是从白马狗熊往下进长约百公里的河段 此著峡谷幽深 激流咆哮 至今还无人能够通过 其艰难与危险 始末拖成了高原上的孤岛 远离现代社会的世外桃源 至今少有人涉足 堪称人类最后的秘境 普通游客可以乘坐观光车抵达大本营 兴趣里感受中国最美山峰 南加巴瓦峰的壮美 这也是允许到达的最佳观景位置 这就是西藏的五个五岁景区啦 我是沫沫 大家记得关注我 那下一期我们再一起聊一聊河北的十一个五岁景区 拜拜 拜拜